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6月2日的股价最低点 公司股价涨幅近200% 榨菜第一股 上半年净利大增77% 今日 福林榨菜公布2018年半年度业绩报告 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.64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4.11%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.05亿元 同比增长77.52% 扣非净利润3.04亿元 同比增长81.89% 总资产达26.5亿元 据公告 提价效应和成本下行 使得公司上半年毛利率大幅提升 具体来看 公司自2017年底通过调整规格 把88克 175克包装改为80克 150克 变相提价10% 另外 新一季青菜投原材料价格下行 在采购成本上降幅超10% 福云榨菜旗下产品主要有乌姜牌系列榨菜 汇通牌泡菜 今年上半年锦榨菜一项收入8.95亿元 占总营收的84% 与上年相比增长33.3% 毛利率达56.48% 市公司第一大主营业务 除榨菜之外 第二大业务是泡菜 今年上半年泡菜收入8036万元 占比7.56% 同比增长34.34% 毛利率44.39% 其他左餐开胃菜包括海带丝 萝卜产品收入占到营业总收入的8.08% 同比增长47.61% 毛利率高达50.43% 半年报还透露 华南地区是榨菜消费大区 上半年华南区在全国销量排名居首位 占总销量的28.22% 东北地区销量平平但增幅最大 今年上半年增长52.25% 公司宣传称乌将榨菜不仅畅销全国 而且远销美国 日本等8个国家 从数据看 上半年出口份额并不大 只占到总销量的0.59% 但增幅达到了57.33% 不过上半年出口毛利率却下降了6.55% 看来榨菜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之路上任重道远 消费降级背后 销售费用翻量被扶零榨菜 2010年11月 正是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从一家榨菜手工作坊到上市公司历时10年 而近期榨菜与二锅头拼多多的走红 与其说是消费降级的表现 不如说是小镇青年崛起的又一波经济红利 低价商品受追捧的背后是互联网常委效应作用 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 福林榨菜近年来也不断通过电商等渠道拓展销售 公司下属的自由电商平台 包括重庆市桑田时刻电子商务 四川汇聚天下电子商务 专门负责销售的此公司 为重庆市福林榨菜集团食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公司上半年销售费用2.1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0.72% 公告显示主要用于产品推广 目前福林榨菜销售网络 已覆盖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 264个地市级市场 半年报还表示 上半年研发投入达446万元 同比增长241.79% 主要用于盐水回用等研发项目 此外 今年上半年公司获得政府补助2672万元 去年获得补助2343万元 随着股价的持续攀升 福林榨菜不仅受到中小投资者的追捧 也深受机构赏识 上半年 重庆市福林国头十股 39.65% 全国社保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 中央汇金 招商银行旗下基金 军在实打股东之列 中央汇金 送表а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